青海首富蕭永明日前被證監會立案調查 大陸媒體披露蕭永明從餐廳老闆倒座擁265億財富的法家史 蕭永明法家與不斷入股控股青海省政府成立的崑崙礦業 並進而掌控青海駕肥產業鏈物不可分 他法家的時間點與趙樂際主政青海的時期高度紋合 9月10日晚間ST藏格發布公告說 藏格集團與蕭永明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被證監會立案調查 蕭永明是ST藏格的實控人 2019年以來藏格控股深陷資金困難 當年5月底藏格控股自爆、控股股東、藏格集團與其關聯方 發生了非經營性佔用上市公司資金行為 2019年6月21日藏格控股發布公布說 因為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 中國證監會決定對公司進行立案調查 2019年12月2日晚間 藏格控股發布公布說 受到青海證監下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 青海證監局決定對藏格控股責令更正 及予警告並處以60萬元的罰款 同時實控人蕭永明被採取五年市場禁入措施 並處以90萬元的罰款 2020年4月30日藏格控股公告稱 公司股票自5月6日起被實行退市風險警示處理 股票簡稱由藏格控股變更為ST藏格 邵永明發家與青海鴿肥資源物不可分 全國96%的鴿肥資源都在青海和新疆 而青海絕大部分的鴿肥資源都集中在 格爾木、賊爾汗、鹽湖 邵永明是青海省鴿肥地方企業整合時期進入市場 2000年青海省政府成立了昆仑抗業 對甲鹽資源統一佈局、統一開發、統一供礦、統一銷售 2002年蕭永明和妻子成立藏格格肥有限公司 兩年後蕭永明入股昆仑抗業 並在隨後的幾年中不斷爭持 2009年刺激移動的藏格格肥通過收購控制了昆仑抗業 而青海省政府成立昆仑抗業和蕭永明進入鴿肥市場的時間點 和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趙樂際 主政青海時期高度吻合 趙樂際在1986至1999年歷任青海省商業廳副廳長、廳長、 財政廳廳長、副省長、西陵市委書記、省委副書記 趙樂際在1999年8月任青海代理省長、2000年1月正式任青海省長、 2003年8月晉升中共青海省委書記、直至2007年3月調任陝西省委書記 趙樂際2000年1月正式擔任青海省長、隨後青海省政府成立昆仑抗業 官方報導顯示趙樂際主政青海期間多次就鹽湖、甲鹽等 擴產資源開發公開表態成立昆仑抗業及擴產開發成為趙樂際主政青海期間的政績之一 2003年中共兩會期間時任青海省長趙樂際在北京飯店出席了一個隆重的簽署儀式 協議內容是中信公司投資42億元人民幣和青海合作開發鹽湖資源及美資源 趙樂際當時說 青海資源豐富有53種擴產儲量居全國前十位 其中甲鹽、納鹽、美鹽、鯉、臭、石麵等11種擴產儲量位居全國第一 以探明有儲量的擴產潛載價值達到17.8萬億元 佔全國的五分之一 今後五年以至更長的一段時間 青海將加快發展鹽湖、甲鹽開發 與美、里、斯、鵬等資源綜合利用 雙結合的鹽化工產業鏈 最終五分之一 如船、北遞、大陸、艾閲地、大陸、吉和平等 海、門、貨、輔、玉城、大陸、越海、たん島、鳴山、海、畫、灰、山、古、慰山、湖、尾 yol、